為了得到看國慶焰火的最佳位置 這名男子無所不用其極 警方10號在巡治管治區的時候意外發現了 一輛大型的路運車停在裡面 當下要求對方必須把車子開走 但是男子竟然說他喝了酒不能開車 還強調早就把車開進來了 其實他是為了搶佔焰火警官的第一排 不願意離開 也因為他的車子頓位太大 沒有辦法脫掉 警方只能依法開罰 喬喬車窗玻璃 示意駕駛離開現場 因為這台白色露營車 就違規停在管治區內 沒想到駕駛不但不聽勸 還出奧包拒絕挪車 請你配合移車好不好 那我叫偷掉車 將車門繁瑣 堅決不肯離開 一句我有喝酒 讓員警好頭痛 雙方持續僵持 眼見已經到了管治時間 駕駛卻始終不願配合 你早上就躲在裡面是不是 我從左邊就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請你離開啊 我喝酒不能駕車 原來就能駕駛 19號晚間就將車子開進 國慶焰火管制區內卡位 員警發現後驅離未果 無奈車體實在太過龐大 無法強制脫離 能否順利脫掉 關鍵就在脫車後方的乘重輪 可負荷的上限為3.5噸 而超出上限還強行脫掉 恐怕會造成道路風險 露營車的龐大車身 再加上改裝配件恐怕會超重 就怕會發生危險 警方只能作罷 為了觀賞國慶焰火 貪圖方便違規卡位 不只造成執勤員警的困擾 恐怕也會讓遵守規定的民眾難以接受